约克区教育局与安省中学教师联盟谈判取得突破,在昨天凌晨5点才达成协议,待教育厅长布顿明天核准后便会生效。 不过另一方面,约克区约5000名小学教师计划在明天加入部分中学教师的行列发起代工行动。 工会早前通知教师从11月19日开始发动代工行动,但教师仍然会继续教学、点名以及与家长联系和提供监督学生的职责。 教师会提交点名记录给校长,确保学生安全到校,但不会做额外与点名有关的工作。 除此之外,教师也要强制参与一个名为麦坚迪星期一以及星期二的抗议行动,以示对省府的不满。 教师在这两天只需要在上课前30分钟赶到教室,放学后30分钟内就要离开学校。 工会表示,以上的代工行动会一直生效,直至劳资纠纷解决为止。 包括多伦多在内的20个教育局中学教师已经在本周一发起类似的代工行动,抗议省府抢制教师合约的法力。